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而减少所需要的人力和时间 每年预计可节省数千个公时 随记者李来龄一起去直击无人机执行任务的过程 无人机缓缓升起 借着根据事先编写并输入系统中的航拍路线程序飞行 每趟任务大约30分钟 包括从表面侦测水质 勘查水深植物是否过于茂盛 监控是否有人非法锤钓 还有在蓄水池禁区内外的滑桨等活动 无人机会根据各项任务需求 飞行不同的航线 每一架无人机重达17公斤 飞行高度鉴于40到60米 使用无人机可以让公用室夜局在短时间内探测蓄水水池大面积的水域 大达一些步行难营大达的地方非常有效 大大地改变我们的工作效率 每棉可节省多达5000个公时 在没有使用无人机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用我们的船只去蓄水池的每个角落 去查看水深植物的生长情况 用无人机在高空视角 查看那些生长过剩的水深植物的状况 所以这可以让我们能够迅速更有效地安排资源 去清除它们 目前只有麦里芝蓄水池和滨海蓄水池设有像这样的设施 能存放无人机并同时让无人机自主更换电池 那操控人员也无需来到现场 就能从控制室起飞和降落无人机 其余的四个蓄水池则需要工作人员 把无人机运到现场以执行任务 不过起飞和降落还是通过远程操控 而无人机操控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控制室里 远程操控无人机的起飞和降落 我们的现在其中一个无人机在麦池蓄水池进行 水生植物生长检测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无人机的图像 直接转发到我们的人工智能里 之前我们的人工智能已经经过多次的机器学习 现在把图像分析好了后 我们可以把数据发送到我们的云端系统里 然后转发到新加坡公共事业局内的操作人员 给他们采取适当的行动 无人机执行任务当中 操控人员还是会实时注意无人机的运作 并在必要时接手控制 不过无人机本身其实具备自行躲避障碍物的功能 无人机具备着避障碍功能以及摄像机 可以给操作人员提供实施的全方位飞行环境信息 无人机我们也载有安全可靠的传感器 具有冗余和冗缩功能 比如说如果飞行过程中其中一个隐形损坏 我们仍然可以保持安全飞行 此外无人机里也具有地图围览系统 能确保无人机在预先指定的范围之内飞行 一旦监测到任何水质问题 非法捕鱼或滑桨活动等 无人机还会触发警报系统 通过通讯应用程序 指挥公用事业局的工作人员 目前我国共在六个蓄水池采用无人机 包括石龙缸 克兰芝 石里达下段和北亚市下段蓄水池 公用事业局说 选择先在这几个蓄水池展开无人机计划 主要是配合当时的运作需求 考量的因素包括蓄水池范围的大小 和是否开放进行水上活动等 而由于成效令人满意 当局也计划进一步扩大无人机的使用范围 以覆盖更多蓄水池 网络袭击层数不穷 根据经销网络安全公司的调查 本地去年遭受的网络袭击 比前年多出了145% 调查发现2021年是全球网络攻击事件创记录的一年 被形容为时尚最大网络安全漏洞的 Lock4Shell 漏洞是祸首之一 教育和研究 政府以及医疗领域都进入了 往昔事件最频繁的前五名 在本地医疗行业排名第一 平均每个机构遭受约2000次的网络袭击 制造业和运输业紧随其后 一家健康平台研发新科技 透过应用程序 在使用手机和电脑的前置摄像头 扫描面部就能够测量血压 摄像头测量血压的原理 是利用人的面部反射的光线 来计算血流的变化 这个技术名为光体机苗技法 应用在这个智能手表来检测 血氧还有心率等等 但是专家对于技术是持保留意的态度 认为需要更多的数据 才能够确保技术的可靠性 中国在江苏省建造了一个 模拟月球低低吸引力的研究设施 以展开极端月球环境的相关测试 设施主要是一个真空室 里面有一个直径为60厘米的迷你月球 人工月球景观由岩石和尘埃组成 通过强大的磁场 使到重量从月球上的岩石和尘埃一样 设施预料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正式启用 关闭疫情拆散了不少家庭和情侣 边境管控的措施也迫使他们分隔两地 和亲人分离两地长达一年半 终于面对面拥抱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一名马来西亚男子就在网上分享了和妻子 历经了578天分离后 妻子终于通过了新马路路疫苗 接种旅游通道回国和家人团聚的经过 视频中的真情流露感动了不少的网民 男子在这个Facebook分享了视频 一开始就交代了经历了578个日子 爱妻终于回到马国一家团聚 但是为了给家人惊喜 夫妻并没有透露回国的打算 而镜头一一记录了家庭成员 在见到久别重逢的妻子的表情 两个女儿开心大喊拥抱妈妈 而女子的母亲喜极而泣 母女深情拥抱 全家人都留下了激动但开心的泪水 是 这个男子的视频 最后也祝愿所有游子 都能够回家同家人团圆过年 另外一头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有网民拍到有鸟儿盘旋 疑似是因为树木砍拔 鸟儿失去栖身之处 而久久不肯离开 而网民上载的视频显示 白沙福一带因为建筑工程施工 正在砍拔一棵大树 只见有小鸟一直在来回的盘旋 网民相信这些鸟在那棵树筑潮了 对雏鸟不离不弃 树木被砍伐后的数小时 依旧徘徊不走 是 网民也纷纷留言 哀悼小鸟失去鸟巢和雏鸟 但也有人感叹 这就是城市化的代价 今天的事成有缘就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